这是个奇怪的世界,所有活着的人都没有脑袋,更是随便任何一个障碍物都可以把他们绊倒,可这天却出现了个有头的小男孩,出于好奇,男孩跟上了人群,结果就碰到了个无头的女孩,这可把男孩给吓坏了,但意外的是,男孩对这个女孩却有了怦然心动的干脚。 第二天,男孩又来找女孩,他想和女孩打招呼,却意外发现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因为看不见东西,他们随时有可能被撞,一命呜呼,也有可能遇见个暴躁的劫匪,盲目的就开始吐吐,根本不问周围人的死活,为了保护女孩,男孩打算24小时陪着女孩,还为女孩准备了一束花来代表自己的心意,男孩绅士的邀请女孩看电影,女孩还点了一份爆米花,但这里的人想吃冰淇淋都没法吃,更何况爆米花呢,虽然什么味道都吃不到, 但他们还是跟风一样的不断尝试,直到这天,女孩意外摸到男孩居然有头,这可把他吓坏了,根本不听解释,直接就逃跑了,男孩难过极了,为了能和女孩在一起,男孩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把自己的头拿掉,于是他找来了一个木头,开始拼命的加工,结果真的做出了一把扎刀,男孩为了爱情一无反顾的躺了上去,就这么咔嚓一下,男孩也和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类人,虽然从此男孩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甚至闻不到任何味道,但他拥有了宝贵的爱情,那你们觉得男孩这样做值得吗? 你知道把青蛙放进裤裆里,是种什么体验吗? 兄弟俩要进行一场比试,输的一方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随着弟弟直进去上演了《胸口碎大石》,被以为会震慑到哥哥 但哥哥更狠,居然用锄头剃头发,三下五穿二就把头发剃得比灯泡都亮,第二项是吃荔枝,哥哥那是一口一把,皮都不带吐的 吃完后,人家又在后面像驼鼻鸡一样,脸皮带子的排了出去,主要一个文准狠 弟弟也不睡弱,可他的排泄就很奇葩,居然是一根棍子,媳妇使劲的在后面拉,居然拉出了一束的椰子 妈呀,这可把哥哥吓坏了,于是哥哥亮出了狠火,他拿来三百多个开水就一眼而尽,把嘴巴都给烫糊了 弟弟也根本不可能认输,他拿来了几亿年前的烤鸡,吃进去后,结果就拉出了无数的小鸡仔 这可是造福全村的大工程,这次哥哥也不比力量了,想要比胆量 于是他躺到桌子上,媳妇就开始哐哐的开凿,为了赢比赛,把没有用的都不要了 弟弟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又是让老妈把自己的腿给敲碎了 哥哥一看,这力量也占不透优势,于是他就用起了超能力 他把两把面粉用力的甩到了枯树上,下一秒,树上就长出了无数的芒果 他弟弟的超能力,你绝对想不到,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最后就冒出了成敦的绿烟 直接就把哥哥的芒果熏成了臭鸡蛋,两个人真是难分上负 于是聪明的媳妇们,就把他们的裤装里放了一只青蛙,看谁忍得时间长 结果半路上,他们就碰到了一对被整骨的夫妻 于是两兄弟又把青蛙放进了他们的裤裆,真是太搞笑了 这个男孩得了怪病,一只眼球突然泛进了眼球里 最后就失去了呼吸,这回忆的一幕把从业一百年的医生都给整骨毁了 最后赶紧把男孩送进手术室,进行电机治疗 小男孩的病是暂时保住了,可这病因却迟迟找不到 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在三天前的刚刚,男孩正在吃早餐,却突然开始尖叫不止 好像有什么东西割破了喉咙 可奇怪的是,经过医生的检查,喉咙里根本什么都没有 本以为是男孩在恶搞小动作,结果没一会儿,小男孩就开始狂吐不止 医生怀疑他的肚子里有寄生虫,于是赶紧为男孩体检 可男孩却十分的不配合,最后打了镇定剂,才让男孩安静下来 但更奇怪的是,在男孩的肚子和分辨里,都没有发现一丝寄生虫的痕迹 很显然,男孩的病已经不是普通疾病这么简单了 就在医生们纳闷的时候,小男孩的病情又开始加剧恶化 不仅胸腔里渗出了大量的肌液,肝脏开始加速衰竭 就连心脏也出了状况,医生们赶紧进行抢救 此时的每一分钟,都是在跟死神做斗争 好在抢救的及时,男孩坚强的活了过来 可他的心肝脾胃已经严重受损,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幸运的是,这次医生在男孩的粪便里发现了特殊的痰酸钙 他怀疑男孩可能有一食屁,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由于男孩发不出一点声音,医生只能拿来图片 让男孩来辨认自己是不是误实了,家里的哪些东西 让人没想到的是,男孩对家里的沙盘最为感兴趣 医生们还没来得及震惊,结果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男孩的一只眼球立马就翻进了眼皮里 接着晕死了过去,这个把老中医都给整不会了 直到他看到男孩的话,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赶紧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男孩的眼睛 果然,男孩的眼睛里居然有无数条蠕虫在游动 原来男孩有偷吃沙子的习惯 而这些幻熊蛔虫根本不会通过粪便排出体外 所以很难被发现,最重要的是 这些蠕虫还会通过肠道,破坏身体的各项器官 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可能会因为器官衰竭而死 至此男孩终于得救了 这个女生考试想作弊,还把答案写在了大腿上 旁边的小绿茶直接就把答案贴到了饮料上 刚有甚者,还把答案印在了煤甲上 本以为天衣无缝 但这个鲁蛋老师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小动作 三个小Colum直接就被挂坑下线 再看这个女生,人家也不答卷 全程只盯着自己的衣服 原来看似普通一样,却暗藏玄机 而且还是黑科技 只要女人两眼一对,衣服上就会呈现答案 是不是以为这是王者了 不不不,更王者的还在后面 可万万没想到,老师也会斗鸡眼 分分钟就把他给淘汰了 再看这个男生,鲁蛋小找他握手 男孩居然拿出了他的第三只手 妈呀,原来桌子上的竟然是假手 这都是什么脑洞 毫无疑问,他也被淘汰 这时有位同学说冷,他拉起窗帘 答案就直接映射到了鲁蛋头上 原来是他的好友,正在用远程投影仪 老师只是用照料映一看 就立马掏出了M4 很快,他们也被轰出了教室 再看这个女生,拿出怀表就这么一晃 就把自己催眠了 并且回到了前一天复习 这下肯定是天有无缝了 结果老师还会超能力,立马穿越了过去 这也太狠了吧 但最狠的是这一位 直接拿来拿出铃铛 就这么一晃,跳起了神武 更没想到的是,他还召唤出了爱因斯坦 疯狂的写起了答案 鲁蛋一看,也亮出了大招 他化作法海,硬是把爱因斯坦给超度了 这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女人被困在八百米的水箱里 脚上还戴着手铐 她好不容易挣脱锁链逃了出来 天上却突然掉下了一堆的食人鱼 又把女人狠狠地砸进了水里 仅仅用了6.66秒 女人就被食人鱼啃得体无完肤 排水也瞬间变成了番茄色 原来这是一场抢尽一千万的食人鱼挑战赛 所有的挑战者都必须戴上五斤的锅链 和六斤的手铐 需要成竹的大漂亮 第一个就站上了舞台 只见她脱掉外衣,直接就跳进了水里 她必须要在一分钟内解开身上所有的锁链 只要时间一过 水箱上方的食人鱼就会全部掉进水里 并且把大漂亮吃掉 很快她就不负重望 轻松地解开了手上的锁链 可她刚想要解开脚铐时 却发生了意外 打开脚铐的锁套死死地卡在了水箱的底部 大漂亮赶紧敲击水箱求救 工作人员也立马就拿出了大铁棍 想要把水箱敲碎 结果那水箱比钢铁都要坚硬 怎么敲都敲不动 眼开一分钟的时间就要到了 大漂亮只能自救 她拼命地望出拽铁链 终于经过七七48小时后 她成功了 她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突然头上一吨重的食人鱼被放了出来 又把大漂亮砸毁了水箱 原来是一分钟的时间到了 食人鱼不停地围着大漂亮转 他们已经十年没有吃饭了 很快水箱就被染成了红色 台下的观众都被吓坏了 可下一秒 大漂亮就出现在了人群里 妈呀这是什么大招 看到我是一脸懵逼 最后大漂亮用自己的智慧 获得了一千万的奖金 那如果是你 你应该来挑战吗 女孩想和男友求婚 结果男友却故意假装上厕所 跑进了卫生间 这下报应来了 因为男人刚被理由拒绝 却发现周围不正常的燥热 他赶紧脱脚上衣 可没成想这么热 就连门板手都被人挂了 这足足有三百来度 他爱不出去恐怕分分钟就会被烤化 男人赶紧大喊求救 救命啊 最后外面却根本没人听见 更诡异的是 整个厕所还腾空飞了起来 新鲜出炉的奥里给直接飞涌而出 否则男人反身都是 他赶紧拨打求救电话 男人告诉机械员 自己前一秒还在游乐场 下一秒 就连人带厕所的飞上了天 而且被死死的困在厕所里 这么穿就穿不开 机械员赶紧查看 游乐园卫生间的构造 他还没找到答案 卫生间的底部就开始渗出了水 而且还以光速增长 前句一发之际 机械员说 只要用一枚硬币 拧开棚井的螺丝 就可以获得逃出去的机会 刚好男人就有一枚 这下算是有救了 他严格的按照机械员的办法 用力的去找螺丝 结果咔巴 一个不小心 硬币掉进了水里 绝望的男人是特别的绝望 眼看奥利给墨水已经淹没了他 幸好消防队找到了他 仅仅用了八个小时 男人就被拖着脖子耗了上来 在消防员的努力下 男人重复没了呼吸 又经过消防员的再次努力下 男人被救了回来 如果你一不小心 碰到脖子有八百米的马桶怪 可千万要赶快跑 否则他就会把你吃掉 害怕的赶紧发送狗头保护 就在刚刚 饿了十天的男人 想到厕所里吃饭 结果却遇到了个 头上长台监控的男人 因为害怕监控人和自己抢食物 于是他赶紧推门 钻了进去 可他刚进门 就听见有个女孩在求救 救命啊 男人赶紧环顾四周 寻找声音的来源 并且一间一间的查看 但就是找遍了所有坑位 都没有发现一个人 于是他开始趴在地上找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可求救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男人赶紧给自己的女同事打电话 请求帮忙一起寻找女孩 却发现身后 好像有什么人在偷窥自己 男人根本来不及挂断电话 就像着了魔一样 向后面走去 直到他推开最后一道门 我的妈呀 只见一只帅得不像样子的马桶怪 正在死死的盯着他 那一米八的大长脖子 显现了他的凶狠 男人想要赶快逃跑 却发现那个监控人也跟了上来 显然自己已经被左右夹击 男人被吓得腿都不是腿了 吓一秒 他就被马桶人拖进了马桶里 监控人赶紧归宿去救这个男人 却差点也被拖了进去 最后他也只能失望的离开了这里 那你们觉得监控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狗狗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隧道口有个八尺大人 妈呀 这下可惨了 他好像十天没有吃饭了 主人赶紧带着狗狗坐车逃离这里 可万万没想到 那八尺大人就是穷追不舍 不到一秒就追到了狗狗的家里 可能是太想吃狗肉了 聪明的狗狗立马逃进屋里 锁上房门 本以为这就阻止了八尺大人的追杀 可万万没想到 那八尺大人居然把八百连美长的大手伸进了屋里 想要抓走他们 眼看躲是躲不掉了 狗狗们选择心心协力对抗他 左右开工 八尺大人根本连他们的毛都摸不到 聪明的老大看准时机 一下拉下了窗门 卡巴就砸中了八尺大人 疼得那是不要不要的 小狗弟弟又趁机扯下了他的手 当玩具玩 眼看自己占不到便宜 于是八尺大人赶紧撤退 但他并不死心 隔天他又换了一只手 找到了狗子们 狗子们一看大事不病 赶紧拿上主人的车钥匙 准备驾车离开这里 可刚走没到两米 就被八尺大人拦住 幸好主人及时出现 可这主人太弱了 还没出手 就被八尺大人给拍晕了过去 这下狗子们怒了 敢欺负我的主人 聪明的狗子打开冰箱 拿出里面被冻僵的小鱼干 开始疯狂的对他输出 八尺大人虽然高大 但行动却十分不灵敏 狗子们看出了他的弱点 开始前后左右夹击八尺大人 砸得八尺大人 根本找不到东南西北 大嘴巴子十八山 直接就给他扇晕了过去 真是太厉害了 这个小男孩有个怪癖 就是喜欢涂口红 他不仅给自己涂 还给自己的毛绒玩具 也涂上口红 甚至是冰冷的钢铁战士 这一切都被一旁 偷偷观察他的妈妈发现了 于是妈妈赶紧去网上查看 自己的儿子是不是生病了 却根本没有准确答案 妈妈试图给儿子换玩具 来引导他 可儿子就是看见什么 都要强迫的画上红色口红 就连家里的照片 他都没有放过 虽然妈妈看着很着急 但妈妈却没有阻止儿子 可一看见被儿子 画过口红的各种玩具 妈妈简直要气疯了 他真想去丢掉儿子的口红 狠狠地教训他 因为他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但智慧的妈妈 还是在暴怒前 清醒了过来 如果阻止他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说不定他会叛逆 涂口红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索性妈妈换一种想法 他把口红递回了儿子的手上 让儿子帮自己画 儿子不仅给妈妈涂上了口红 还给妈妈画了个极丑的妆 他还特别开心 原来睿智的妈妈 是要转移儿子的注意力 因为男孩特别喜欢颜色 从此妈妈不仅让男孩 在各种玩具上涂颜色 还主动帮助他去理解颜色 还将更多的颜色 画到了不同的立体物体上 妈妈将儿子的喜好 成功地放大转移 从此男孩不再给自己画口红了 而是把颜色涂到各种作品上 最后居然变成了 最年轻的特效专家 所以用孩子自己喜欢做的事 才能让他们更好的成长 也更容易接近成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